禁止废话 男人不管年龄多大 为什么都喜欢19岁的小女生 因为远古人类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 因此男生迫切地需要把自己的基因延续下去 而18、19岁是女生最佳的生育年龄 所以男生就进化出了相应的年龄偏好 你知道日本的度众计划是指什么吗 指的是日本人为了改良国民身高矮小的基因 主动派女人去别国投怀送报 以前是派去唐朝 现在是派去美国 日本许多寿色店不要女厨师 他们认为女性在立假期做的寿司会变味 你知道男人眼中公认最幸福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吗 娶个日本老婆 雇个中国厨子 请个法国管家 食物变这样可千万别吃 大米发红 土豆发芽 甘蔗发红 核桃仁发黄 火龙果颜色变透明 芒果涨满黑线 国内网点最多的银行是哪家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将近4万个网点 基本上覆盖了国内所有县市 千万不要把麻醉医生叫成麻醉师了 这是他们非常大的机会 非常讨厌别人这样叫他 因为麻醉师不是医生 麻醉师和麻醉医生是两个概念 达尔文把这一行为称作最独特和最具人类特征的表情 人类的脸红特征 大家都知道指纹是独一无二的 舌头上的纹路 以及牙齿咬的齿痕也是独一无二的 你知道地球上哪个地方最像月球的表面 冰道 因为这里被选为阿波罗宇航员的训练地 你知道男人都有哪些 看似普通实则非常烧钱的爱好吗 钓鱼 游戏课金 K哥足疗按摩一条龙 海盗为什么要佩戴耳环 在发射火炮时 要用耳环上的石蜡堵住耳朵 还能作为死后的返乡费用 想知道喝最后是什么感觉 是这个样的 不能用果汁代替水服药 会影响药性 因为很多水果中含有活性酶 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极度疲劳下 人一次最多能睡多久 大约能睡五十多个小时 而且还是能起来的那种 三十岁以后 你的身高每十年减掉 大约半英寸约1.3厘米 这是因为我们追骨之间的追尖盘 会以缓慢的速度慢慢变薄 这一串葡萄价值好几个牢底坐穿 你敢信 因为这是鱼园的卵 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九蜂巢的平均温度和人的体温一样 所以蜜蜂经常会通过挥动翅膀来调节温度 古代的功臣怎么表彰 给钱给权 风亡风侯吗 其实都不对啊 最高的表彰方式有两种 要么把画像挂在阁楼上 要么把牌位供在太庙里 你知道鸭蛋为什么比鸡蛋贵吗 因为鸭子的产蛋量少 饭量大 生长周期长 饲养环境要求还高 民间四大俗语你都知道几个 四大仇视 生不出娃 受老婆气 分不到房 缺人民币 四大缺德 敲寡赴门 挖掘护坟 吃月子奶 七老实人 四大毛病 吃饭扒鸡嘴 喝茶搓牙花 聊天喷口水 搓麻抠脚牙 你还知道有哪些 吃月子